哪一區? 哪一區其實很簡單 哪一區各區比例 所以區這個是一個欄位的一個keyboard 所以就增加一個欄位叫區好了 區怎麼取?很簡單嘛 你可以從地址裡面取就有了 地址剛好是第幾個字 還好它位置剛好固定 第四個字取三個字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用之前教過的 插入函數裡面有md 所以用md來取 md這個md ok然後這個地址裡面 從第四所以輸入四 取幾個字? 取三個 還好區都三個字 這樣確定說的話向下填滿 這樣就有了 那你如果要統計到底 各區切到的比例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直接優標放這邊 然後再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範圍先check一下 你會發現它多一欄的 本來好像是只有到f 因為我多了一欄 它滿聰明的 可是如果將來 你抓的範圍 它有時候還是會miss 所以你就是check一下 因為之前有同學 或多少還是會遇到小問題 可是我是比較少 可能是小動作 ok 確定 好 再來的話一樣 請你把什麼 把區拖拉到列 把再區拖拉到尺 這樣就有了 不過啦 可能你的 你的esail 可能比較舊的版本 也許會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你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奇怪為什麼區裡面 這個欄位沒出現 你找不到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請各位注意啊 上面有個重新整理 你就按下重新整理 這個區有時候就會出現了 不過我發現新的版本比較沒這個問題 但是舊的版本會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 如果你資料增加欄位 它不會重新整理 它會有舊資料 所以它有catch 所以你可能就是重新整理 應該就會出現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哪一區 當然我們重點是放在哪一區的 切到按鍵最多 比例最高 所以比例喔 比例告訴我一下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這個資料裡面 把它排序一下 所以第一個 我希望把這個最高的排在前面 最低的排在下面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優標先放在B4 然後再按一下資料裡面的Z到A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它就會按照那個多的排在上面 所以螢幕馬上就可以知道 所以放這邊B4 資料裡面的Z到A OK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資料就會出現 最高的 應該是在那個 所以啦 當然如果切斷案件發生 是最多的前三名 那待會我們就答案了 第一名的話 應該 比較 比較意外嗎 好像為什麼萬華在第三 不是第一嗎 OK 所以其實萬華資料也沒那麼差 OK 千萬不要一直把它污名化 它沒那麼壞 雖然你如果去那個萬華的那個蒙甲公園 你會覺得 哇這地方好像是 怪怪的一個地方 OK 好 真的很蠻奇怪的 而且 很 你知道你們去過蒙甲公園喔 龍山市捷運站出來嗎 那邊整個全部都是老人耶 而且那個聚落整個是 而且沒改變過耶 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去逛那邊的夜市 附近的夜市也還蠻奇怪的 那邊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很奇妙的地方 不是奇怪啦 而且 不知道耶 所以有時候也蠻好奇 那邊到底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嗎 怎麼會一直是這個樣子 OK 其實可以 我剛剛有提到啦 其實那個萬華是 以前是蒙甲嘛 蒙甲其實以前應該比較多 也是泉州 如果是以那個閩南的泉州人 比較多的聚落都在那個地方 OK 其實泉州其實是在宋朝 是最等於是數一數二的港口 是一個國際港 是非常熱鬧 而且非常大的 所以那時候 所以泉州人有個特性我發現 如果是泉州人 很喜歡做生意耶 所以很多老闆 如果他是 他的祖先是泉州來的 很有可能就是都是當老闆比較多 OK 我不知道啦 這我觀察 我發現我認識很多 泉州來的 泉州的背景的 OK 那再來治安最好的 其實就是 滿意外 大同區 各位應該知道大同區嗎 其實比較熱 比較著名的景點就是大稻城 OK 各位應該有去過吧 大稻城 知道這個地方嗎 大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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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邊有那個老街 有沒有 迪化街那邊 OK 其實那邊我感覺 應該治安也不 應該不至於太差 是因為他們彼此之間 好像都互相會寒暄 會互相 感覺好像那個 社區營造好像做的挺好的感覺 就是互相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那種感覺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也還滿常在那邊 講來講去的 因為我對那邊的一些 東西也滿有想要多了解的 OK 那你會發現它 大同那區 其實聚落也是 以泉州為主 可是他們又是另外 泉州有分很多個來源 OK 那你們其實有興趣的話 可以了解一下 其他就是文三應該不意外 那最後如果我想要畫一個圖 OK 表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想要畫個圖 一樣 就是在樞紐分析表的分析裡面 樞紐分析圖 那我想要畫的是比例的話 我是建議用圓形圖 OK 那圓形圖的話 一樣按確定 那當然你說 老師我要畫立體的 可不可以 可是好像沒有比較厲害 看起來好像 沒有啦看個人 OK 如果你覺得這個看起來比較舒服 那我是覺得剛開始 你不要弄那麼複雜 不然你2D就好了 不要變要3D 那其實它3D還可以旋轉 還可以調角度 那我是覺得可以 主要還是以這個看的 我就覺得這樣已經OK了 按確定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也是要把它放大 放大也許 就是放在D2這個儲存格 那寬度也許一樣到M欄 10個欄位寬吧 那這邊 然後列的話 大概也是一樣 15列高吧 OK 大概這樣子 不過最後的話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當然我們上面一樣 可以給它標題 做法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就大概簡單 把標題加上去 那那個標題的話 就是各區的比例圖 比如說這個名稱 然後把它加在這上面 一樣點上面的標題把它輸入 然後一樣把它改成大概20號字大小 然後顏色紅色 好 不過最後會有個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個我想凸顯中山區 是這個最大一個治安的 算是雷區 OK 但問題來你會發現 這上面它旁邊有一個圖裡 可是你變成不方便看 因為這個顏色 雖然有藍色 但這個藍應該是哪一個藍 有沒有 這個有大安區 也有中山區 雖然有一點差異 可是真的很不好辨識 所以呢 最後 如果我希望可以做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可以在上面做標籤 有沒有 上面可以直接就顯示說 哪一區佔比多少 OK 那其實很簡單 請你直接按滑鼠右鍵 有一個新增資料標籤 然後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新增資料有沒有圖說 我建議你用下面這個圖說文字就好 為什麼 因為上面這個比較麻煩 我們先用新增圖說文字 有沒有發現 它會馬上顯示 哇 有點不夠大 把它向下拉一點點 大概二十列高 按右鍵 新增資料 感受力一下 直接按右鍵就可以了 直接在這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 它本來這樣 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新增圖說文字 這樣就OK了 我是覺得這個功能還滿意義的 但是跟各位講 這個功能的話 只有 Excel 2016以後的版本好像才有 13我不確定 13好像又有了 但是舊版就沒有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最後的話 我還希望做一件事 我想要把那個 治安最差的那一塊餅 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的話記得喔 請你點圓形圖一下 選整個 再點你要拉出來這一塊 中暫區再點一下 然後再往外拉 這樣就OK 這個就要炸開 把它 這個 Excel裡面的話 它如果錄製聚集 它名稱叫Explosion 就是你可能就是把它炸出來 如果你要把它拉回去的話 你就按住不要再推就可以了 它有點像一塊餅 其實可以活動的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要怎麼往外拉 一一請你選全部 二選這一塊 三往外拉就可以了 所以還有一個tempo喔 一二三這樣OK喔 你不要一下子想說 一下整個推出來不行 你不能說我要推 推變成這樣子了 有沒有不行 你一定要先選全部 一一選全部 二選這一塊 三往外拉就可以了 OK 就炸開 OK好 這樣的話呢 第二個圖我們就有了 看起來好像挺不錯的 有沒有 馬上一目瞭然 這個資料裡 CHARGBT應該也沒辦法產生吧 OK 所以至少CHARGBT在這部分 應該還沒有辦法馬上這麼厲害 如果將來CHARGBT也可以自己去幫我找開放資料 也可以自己幫我做統計分析 那當然我們這什麼事情都不用做了 不過理論上應該沒那麼厲害了 OK 短時間內啦 不過未來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應該有可能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各區比例圖把它完成 那各區比例圖的話 這個名稱也叫各區比例 所以第二張圖 就是知道各區的這個切到按鍵數量 而且你會發現這個數量比例還差滿多 你看中山區跟大同區 其實它根本就是隔一條街而已 我記得好像是隔成德路還是隔中山北路 OK好像成德路吧 成德路的一側是大同區 一側是中山區 可是一條路就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嗎 不太了解 OK這個也許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延伸去做一些實地的探查吧 OK 不過我覺得這樣已經很好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要租房 租房的時候買房子的話 你就有一個依循 對不對 至少你知道說哪些雷區 OK 當然像之前有同學坐腳踏車 因為他腳踏車被偷 他想知道停哪裡最危險 對齁 不然的話 所以最後的話有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 現在慢慢縮小比例嘛 年嘛 再來區 可是還是很大啊 我怎麼知道區的哪個地方 所以接下來我希望第三個問題的答案給我一下 到底哪一條路 有沒有 那路比較複雜 因為他的位置 剛好是在 怎麼講像這個是區的下一個字 然後尾巴是接嘛 可是你看下一個這個也是 下一個這個這個規則是什麼 他前面就不是區耶 他前面是裡耶 有沒有 然後還有什麼 下面這邊 中層路 前面的話 他不是區也不是裡 他是0耶 不過我歸納一下 大概就是三種可能性 前面可能 0 如果不是0就是裡 不是裡就是區 所以歸納起來 會有這三種可能性 那如果我今天用φ函數尋找的話 我可以尋找這三個 有沒有 如果找不到0我就找裡 如果找不到裡我就找區 那找到位置之後的下一個字 就是我要的那一條路接道的開始位置 我就用上個禮拜講前刮 有點像類似前刮壺的概念 OK 我們現在是先找前刮壺 那後刮壺有沒有 後刮壺有點是尾巴這個是什麼字 他可能是接有沒有 也可能是路 那另外底下應該有四名大道 有沒有 也可能是道 所以也是一樣有三種可能 所以如果我假設要一個欄位 當然我這個欄位名稱 我就乾脆取叫做路 哪一條路 OK 也可能是哪一條街 也可能是哪一條道 OK 也許我就取名叫路接道 好吧 好了 那我現在的需求應該可以理解吧 我希望把 他這個路或接或道的名稱 把它放到H欄裡面 那當然 這個時候絕對 你不會想要用土法煉鋼 不過如果你不會 對的方法 你也只能用土法煉鋼 可是如果你土法煉鋼的話 會非常的恐怖 坎座相西 有3525筆資料等著你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要把這件事情完成的話 這怎麼辦呢 對 OK 所以想想看 那其實方法有點雷同 前刮斧跟後刮斧 只是說把前刮斧跟後刮斧改一下 因為前刮斧只有一個可能性 但是目前的話有三種可能性 那後刮斧本來也是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後刮斧 那這邊的話有三種可能性 那如果你知道到底是哪一個 你就是再把位子取得之後 再去切割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其實今天最難的應該在這裡 試試看好了